來,各位,這裡是武林的學校齁 然後現在還在上課啊 好特別喔,這真的是歷史的傳承耶 他們站在上課一百年前的學校 他們還在上課耶 你還聽得到他們在裡面在教課耶 你看,真的,裡面都有學生耶 裡面的人好認真喔 對,裡面超認真的耶 好,我小時候都沒有這樣過,對不對 而且有冷氣耶 這樣吹一下喔 他這是高三的,前面是九班,八班 所以我們眼前就是高中啊 哇,他們好拼喔 這個各位,你不自己親自來走一走 這個學校環境也太好了吧 這已經不是我們剛剛看的那個 屬於在保留的歷史 它真的是個校園 哇,完全走這種中式傳統的這種屋簷 很漂亮耶,一進來 感覺非常舒服啊 來,各位,你看 這學校高掛李毅廉恥 我們前陣子還在討論 島內現在還蠻李毅廉恥 可是各位,你看大陸的學校也在掛這個 今天坦白說來到這真的是有種衝擊感 完全對於啊,有些人覺得大陸都是這種洗腦教育啊 今天啊,基本上在我眼裡 尤其我們今天都看得很清楚 那各位,感受如何啊 好,我不評論 讓大家自己用眼睛來看 誒友情,我有一個很好奇的問題想要問你啦 畢竟爺爺都從大陸來 可是現在我們有一些人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 你覺得你是中國人嗎 我當然覺得我是中國人 所以我認真覺得我其實不是俄羅斯學頭讓我變強了 是我的強大的中國學頭 對,我們都是中國人啦 各位,不要扭曲事實 就是中國人 我問你一個問題嘛 你住台灣,你住世代,你就是一個本地人 OK,那我是講家第四代 我就問我是一個本地人嗎 No,我還是外城人 那你不是雙標,你是什麼啊 對,對啊 哈哈哈哈,真的,真的 老闆,台訪一下 老闆也姓蔣 姓蔣的 蔣叫第32代 哇,這位是 老闆,你知道為什麼我們今天有這麼多人來嗎 我給你介紹一下,這是老蔣的真孫 真孫啊 第四代 真的,謝謝 來啦,這邊啊,你們品嘗一下我們這個籤子 好好好 好,各位,這裡就是這個村子裡面的雙巷道 欸,我想問你啊,韓國人啊,感覺很恐怖嗎 對啊,不恐怖啊 感覺怕怕嗎,感覺有威脅性嗎 哦,我跟你講啦,這個假象 假象,他們照他們所說的假象 天啊,各位 這個溪口古鎮這裡還有一個麥當勞啊 哇 他這規劃的很好 好,我們現在準備要進入到蔣爺爺的故居了 天下午啊,這個來旅遊的人越來越多了 然後各位,這個都是當地的老街啊 直接扇子就寫蔣四故居 還有當年蔣校園夫婦來這裡的照片 這裡基本上應該都是姓蔣的 哇,不錯耶,這條老街 很舒服 然後旁邊這個小溪啊,這樣子 大家可以在這散步 多氣力啊 天啊 天啊 你看這個 好歐美喔 這裡會不會有比較舒服的民宿 有機會來寧波旅遊的台灣同胞 可以來這走一走 這裡真的 來這發呆散步很適合 好,各位我們現在已經到了蔣家的故居了 有親我們回家了 然後各位我們已經到有親他之前的家了 呵呵 蔣四故居 你看 人家也都是把這裡都保留得很完好 然後整個啊,哇 相當傳統啊 這有沒有像我們在電視劇看到的 然後這裡還有1949年啊 蔣爺爺跟蔣經國啊 兩個在翻閱中譜的照片 哇 這時候感覺已經是有個年紀了 1953年蔣介石67歲生日 字題 中間還有一個小庭院 呵呵 我看這個如果真的要認真拍可以拍一集 因為他太多故事了 可以想像當時蔣爺爺在裡面走來走去 蔣經國 哇,蔣爺爺的長子啊 也是非常受島內人民愛戴 還有這個各個時期的蔣爺爺的照片啊 我是在庫山美爐別墅 專門為蔣介石先生服務的 哇,太幸運了 太幸運了 我姐姐你們都會念這段歷史就對了 對對對 我是在江西湖山美爐工作的 就是蔣介石先生的故居 另外一個故居 在庫山的故居 我在那個地方上班 庫山嗎 對 庫山真面目的 庫山姓庫山美爐 哦,那我知道了 我在那個單位退休的 哎呦 誰今天 曾經有做過蔣介人 那是很早的時候 哇 太妙 哎呀 太幸運了 可以了吧 耶 你看大陸人民都那麼熱情 對啊 我就覺得台灣一直要把大陸說到很可怕 不是,不只台灣是全世界啦 我一直不停的舉同一個例子 日本人有車子 美國人有車子 德國人有車子 對 義大利人有車子 法國人有車子 中國人有車子 我們就是仿冒品 這是今天的第六片 那牙刷呢 影響呢 為什麼我們都是做仿冒品 別人都不是 我跟你講 還有比賽跑步 我們也是仿冒他們在跑的 哈哈哈哈 對不對 哇 你看 人潮很多 都來看我們的這個 蔣氏故居 所以有時候覺得 台灣現在想要把這一段歷史給抹滅 真的 可笑 來,各位 今天我們來到蔣村 測試一下 因為這裡有很多 扮蔣爺爺的人 我們今天在蔣家的後代 我們來看看誰是真的 來,各位 好像喔 哇 像蔣爺爺 哈哈哈哈 左邊左邊那邊 已經殺到你了 哈哈哈哈 已經殺到了 是沾醬耶 沾醬了 我的媽呀 第一個就沾醬了 唉唷 好像好像 欸拍個照 拍個照 3 3 4 哇 各位太妙了 這什麼畫面 哈哈 他那個背影也好像 各位 好難形容剛剛看到的那個畫面喔 根本是穿越時空 轉角遇到祖先 但是各位 很諷刺的是在台灣 卻是把蔣爺爺的像 給拔掉之類的 大陸卻是把這段歷史 保留 而且保留得非常的好 所以啊 兩岸的格局啊 從這一點就可以看得一七二十 來各位 有趣的喔 這裡都是 很多在地的 老大爺 我們想看一看 對 這個老鄉到底有多恐怖 有多少威脅 我們來試試看 當然啦 你不就是小少年啊 小少有 小少有 什麼威脅心嗎 對啊完全沒有啊 大家都很熱情啊 好 太妙 歡迎 你們多來 好 久高一下不要打仗 好 老百姓就是有 打仗 好 我也是 其實我很喜歡打仗 但是我離開 我一個禮拜我就想死他了 哈哈哈哈 你看 你看 剛剛有聽到嗎 不要打仗 對 你有聽到吧 有 有 有 哇你看 這就是大陸人民熱情啊 不會因為是蔣家後代 就是對他怎麼樣 你看 這個就是我就想了 眼尖維持很重要 這都是我們在這個蔣村啊 這裡生活的老大爺們 歡迎台灣人到我們 謝謝 大陸來拍 一二三 好啊 對很恐怖喔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謝謝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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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請 歡迎請 嗨 大哥你們都姓蔣嗎 這裡 對 哇 當然可以 當然可以 來吧 來吧 你看你看 公公在發動 好 來 來來來 可以一起拍 我先拍一下 啊 太妙了 這畫面 哈哈哈哈 可以可以 這是今天寧波限定 各位我們接下來啊 來到這個岩鋪啊 我們要去看一下 蔣爺爺 他出生的地方 哇 太妙了 除了他的故居以外啊 他出生地方也看得到 來 你曾祖父出生 對 曾祖父出生的地方在這裡 太妙了 各位 連出生的地方都把它保留得非常完好 然後各位 他這裡的小河魚 超級多 你看 哇 聽說以前 這個蔣爺爺也會在這釣魚 保護得很好耶 這裡到時涼快一點 我再來一次 這個還有酒店